好像很難 實際上它就是這樣的原理 第一個就是說你會發現 其實我如果把線接起來 你們大概就知道怎麼畫了 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一個矩形對不對 然後邊邊的線怎麼產生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這邊畫一條什麼 有沒有 這樣不就畫出來 然後在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怎麼產生的呢 偏移就好了嘛 對不對偏移多少 10嘛對不對 那這邊也偏移10 那把不要的裁掉不就好了對不對 然後最後呢 再把這個矩形畫出來 不過這個矩形畫出來 比較特殊就是說 像這個點怎麼畫出來 這個點就是利用我們剛剛教的方式 就是我們剛剛只有碰一個點 就會有一條虛線出來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要碰兩個點 就會碰這個點之後有沒有 再去碰這個點 它就會自動產生虛線 這個也會產生虛線 然後剛剛好會有一個交點對不對 就以這個交點當成它這個 左下角的起點 然後呢再往上延伸 也是一樣碰這個點 再碰這個點之後 也是會產生一個虛線交叉點 然後交叉點之後 就用這個當成它 右上角的終點 就可以畫出一個矩形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其實你乍看之下這一題很難 但實際上呢 它並不是很困難的一題 這邊的話呢 我們畫出來像這個樣子 首先的話我畫給各位看 第一個的話當然就是 小老鼠80 豆點80 Enter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畫什麼呢 它的對角線嘛 有沒有 對角線畫出來 再來這個對角線 這個對角線 再畫一條 我剛剛是按空白鍵 就重複線的指令就對了 按空白鍵就可以 好了以後的話呢 再做什麼呢 偏移 那偏移這個地方的話 偏移10Enter 然後就這個偏移過來 這個偏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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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 好了以後的話呢 我們就用修剪的方式 所以再來的話 用這個修剪的指令 Enter 那就把不要的線段給刪除 比如說這個地方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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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要的線段 就把它 看到就把它刪掉 那有些是獨立線段 最後再刪掉就可以了 用Delete的方式 那這邊也是多的 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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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是多的 這邊也是多的 那獨立線段 就等一下再刪 好了以後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還有一個線段 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線段 那再來剩下的話 就把它用什麼呢 用Delete方式 選它 選 選 Delete就可以 那最後這個地方 我們畫一個矩形 矩形的話 我剛剛有講過就是 它有兩個追蹤點 點一下之後有沒有 碰到這個端點之後的話呢 往下之後有沒有 再碰到這個端點有沒有 再往 欸有沒有發現 雙追蹤點有沒有 點一下 這個是它的起點 那往這邊追有沒有 那追哪裡呢 這邊碰一下對不對 一個端點嘛 再往這邊 碰它一下 有沒有發現 雙追蹤點 有沒有碰到 雙追蹤點 碰到它一下 碰到它一下 再碰它一下 好 出現了雙追蹤點 點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形成這個一個矩形 那最後的話 你再做一個簡單的標註 標註很簡單 就是直接 這邊是線性 這邊到這邊線性 按一個空白鍵 重複上個指令 那這邊 到這邊 標註 有的時候會點錯點 那其他這邊 這邊記得 不要是用線性 要用對齊式 從這邊到這邊 然後這邊就可以20 好 這邊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這個部分 記得先畫一個矩形 然後再用偏移的方式 就可以做出來